獅子生下探和雀花 順便去公園探花 在黃大仙地鐵站B出口 我們又要趕著去探花了 你看到這個建築物 就知道在哪裏 黃大仙廟 今次會去市中心探花 是方便市中心的朋友 近近地都可以欣賞和雀花 市中心的花期特別開得早 所以現在要看就盡快來 大家一起上花的時候 記得訂閱我 謝謝 我們現在又去第二個行程 就是上獅子山公園 我們現在又去第二個行程 看獅子 馬不停提 又是搭211翠林花園 我問一個康文署 她說搭211巴士 去獅子山公園是最快的 不過有些麻煩 要經過一個閘口 如果你們可以 自己直接去獅子山公園都可以 說明是獅子山下 當然有條路上獅子山的 但我們的目標就是去 獅子山公園 本來打算來獅子山公園 來探花 誰不知 真是有隻獅子在這裡 可能你會奇怪問我 你天天都去追花 你不會覺得厭的嗎 其實 都有少少厭的 但是我覺得 我可以生存每一個區 去探花 順便了解香港每一個區的生活 如果不是來獅子山公園 根本我不知道 原來獅子山 是這麼近 也這麼漂亮的 我覺得大自然間所有的漫物 是人類不斷去模仿它 製造它 都是想貼近大自然 什麽 同時 我欣賞花的時候 也欣賞它們的限制設計 我亦希望用镜头之下 给一些不能够来公园欣赏花的朋友 或者将来我不可以再来的时候 都可以通过镜头去了解当时的环境 无论我拍得怎么样 我都很爱她 所以我一定会慢慢欣赏她 我亦通过今次的花展 去了解香港的地区 亦了解不同的花位 亦认识了很多东西 我都不知道认识了什么 最不知就认识了 好了我们又离开狮子山公园 去第二里再去探花 海心公园 原子是海中一座小岛 叫海心岛 它有一个海心庙 再古代一些就称为土瓜环岛 所以现在的土瓜环都因它而来的 就是这个名字 好了我们现在又欣赏花展 亭园的设计呢 就以日式圆艺风格 亭园的主人 一家在一个繁花布置中 渡过和睦相聚幸福的时光 真是开心了 游泳园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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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 游泳园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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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鱼尾石形很相似 巨岩像鱼头鱼尾互相对似 所以叫做里约龙沫 我们会走入一个海心亭 海心亭有个对联 海心亭巨西湖寻鱼尾石传此地灵 他们说很多情侣拜过海心石后 就会有一个美好姻缘 ок 好多谢各位和我一起上花 记得订阅我呀 谢谢拜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